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开始的时候一直有人护着你 但是你如果自己没有立新功 新的功德 你慢慢就会连边上人都不护着你 所以自己要学会严谨 自己要学会不要吃老本 要立新功 这个功用学佛人来讲的就是功德 所以一个人没有功德 护法神他就不会保护你 如果你今天有功德了 那么护法神自然而然就在你身边 所以要度人 要学佛 你看刚刚前面那个 你别看他这个话讲不清楚 他上次还度人了 佛有还在他家 他在马来西亚还在度人了 我话说说那间 你来说一次 我即使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是要自然的 你现在看到你 你还是要专门的 我联系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